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7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美国巴斯德学院4月底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在法国本土并未引发巨大的关注 但却被中国官媒大加引用 中国科技日报最早以法国新冠制度 并非直接来自中国为标题 报道了该消息 紧接着党媒《人民日报》也同样报道说 法国公卫危机源自本地引发 报道还引用了一份巴斯德学院 此前公布的一份相关研究报告 中国媒体是否真实客观地 报道了这份研究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此向报告的负责人 爱蒂西·西蒙·洛里埃先生进行了求证 真相再次揭开 西蒙·洛里埃澄清 中国多家媒体采用了所谓 法国公卫事件 由本地毒株引发这一标题 与报告的内容并不符合 研究报告提出的问题是 目前此项研究所掌握的资料 并不足以确定新冠制度 从武汉传播到法国的路径 研究报告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 新冠可能来自法国本土 西蒙进一步解释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寻找新冠制度在法国传播的路径 是如何从别的国家传入法国 但最终源头国家当然是中国 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疑问 根据目前全球共享流感倡议组织 所拥有的数万个基因序列数据 从新冠制度基因演变数来看 最早的基因序列都来自武汉 因此所有其他国家的源头都来自于武汉 也就是说新冠制度的老祖先是在武汉 对于中国媒体的报道篡改 曲解研究报告内容 西蒙最后表示 新冠来源早已定论 他来自武汉 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的是 他如何传播到法国的 请中共和中国媒体仔细阅读报告 尊重事实 面对现实 据大陆官媒报道 自5月7号临时起 全中国的新冠中高风险区域全部清零 而此前仅仅一天之前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刚刚宣布 决定向湖北等疫情严重的地区派出指导组 令外界对大陆公卫事件的真实情况摸不着头脑 更加剧了外界对中共隐瞒实情的质疑 陆媒7日报道 近来状况频出的黑龙江省发布消息 自5月6日临时起 下调哈尔滨的风险等级 自5月7日临时起 下调牡丹江市的风险等级 至此 全中国的中高风险区域全部清零 但刚刚在6日举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 习近平还说 中央决定向湖北等公卫事件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 督促贯彻落实防控各项决策部署 并强调 当前境外扩散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国内各别地区出现聚集性事件 这个事件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共一边称无中高风险区 一边又派出指导组引发外界重重猜测 美国总统川普6日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再次表示 不相信中共官方提供的相关数据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表示 中共处理存在灰色地带 警告西方不要过分幼稚 此前路透社报道说 中共政府的一份内部报告发出警告说 由于公卫事件大流行 全球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反中共浪潮 北京需要准备应对有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情况 也就是1989年以来最为恶劣的国际形势 有分析指出 北京的清明之说只是向外界粉饰太平 试图缓解国际压力 但指终究包不住火 一旦真相披露 可能会招致更强烈的谴责 为了挽回经济严重下滑的局面 武汉政府在本周三召开的动员大会 鼓励公务员与企业家打交道交朋友 消息一出 网友炸开了锅 原始报道也被删除 据报道武汉一季度GDP损失预计2000亿到2500亿元 占武汉去年同期GDP的一大半 在当地经济复苏面临严峻压力的情况下 武汉政府再三强调 当局鼓励公务员和企业家交朋友 中共武汉市伪机关报长江日报的微信公众号报道 当地政府在一场动员大会上指出 要旗帜鲜明地鼓励公职人员与企业家坦坦荡荡打交道交朋友 全力营造既亲又亲的政商环境 目前旅居美国的前湖伟厄州知名企业家 市工商联副主席肖韵军表示 当局这样的说法有些自相矛盾 既亲也亲的意思是要跟这些企业家搞好关系 同时又要撇清这些关系 这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消息一出 不少国内网友也大呼雷人 有人在微博上留言说 政府的职责是为纳税人服务 而不是与企业家交朋友 还有人调侃道 为什么不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他们不配吗 政府以前还只是私下鼓励 全力与资本相勾结 而武汉现在似乎想要排在台面上这么做了 很快原始报道疑似已被删除 但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一些中共官媒 对其的转载依然可见 针对舆论质疑武汉政府的这番话 是在纵容官商勾结 孝运军感叹道 官商勾结是中国文化和现行体制的产物 是深入骨髓的 第一 这种现象与中国文化有关 从古道经 中国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划分得很清楚 第二 这与一党专政极其腐败的传统有关 因为这个党都是我说的算 不受任何人监督 美国独立政治学者顾为群认为 武汉政府的表态尺度相当大 这可能体现了中央正在还给一些地方 尝试新理念的自由 它给了地方相当大的自由度来做实验 在地方政府得到一些权利以后 你就可以发现 地方上就会有多样性了 当地方有了一些权利和多样性后 他们说的话就会不一样 如果武汉真正想兑现它的承诺 政府就必须接受公民和媒体的监督 而这在他看来绝非一事 北京干预香港本地事务越发激进 国务院港澳办6日要求香港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和人士 必须用实际行动依法履职以证压协 而官媒新华社更不理 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人案件 已进入司法程序 公然要求法院严惩黎等人 香港警方4月18日进行全港大围捕 将15名曾经参与争取民主的社会知名人士拘捕 黎智英更因为涉嫌与一份亲共传媒的记者 发生口角而被控刑事恐吓 有分析指出 中共衙门和宣传话筒最近插手香港事务日益高调 相信是有关干部和官员 要在今年北京举行两会之时 向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交业绩 香港民主党副主席尹赵坚反驳 香港局势是中央政府在修例事件中中下的恶果 港澳办说法是想甩锅于民主派 他批评港澳办的说法对法庭构成压力 破坏一国两制 公民党党魁杨岳乔称 港澳办的评论夹杂着复杂的情绪语言 没有反省自己在香港过去一年管制失败 民心思辨的责任 他质疑港澳办称 法律之间的惩处却迟迟到 是向独立检控的律政司和独立裁决的司法机构施压 质疑依法履职是要依中央议院 立法会议员按照法律程序处理立法会事务 中央就用极端言辞去批评 犹如施压 而亲北京的建制派何军尧称 近年香港社会出现港独触碰国家安全体现 中央强硬发声不是无中生有 而是本身已有的权利 他不认为港澳办说法是对司法机构施压 因法庭处理案件因快速 否则对任何人都不公平 而立法会议员不依法 不依事严履职 本身就有法律后果 最近中国日报在刊登一篇 由欧盟27国驻华大使及郁白本人 共同署名的纪念中欧建销45周年的评论文章中 删减了涉及新冠爆发地的内容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郁白周四表示 对这种删减的行为表示遗憾 这篇题目为全球危机下欧中关系至关重要的文章 由欧盟驻华大使郁白 以及27位驻华大使共同署名 这篇文章回顾了1975年欧中建交以来双方的合作 并展望宫位危机等全球挑战下互动的前景 有媒体注意到中国日报刊登的英文版 与欧盟驻华代表团官网网页上的版本有所不同 南华早报率先报道 欧盟方面证实文章受到审查 并删除了暗示中国式新冠制度来源的字句 报道援引了欧盟官员称 最初因某些表述受到中共外交部的反对 文章被禁止发表 最终建报的版本中这一段争议文被删除 欧盟外交事务女发言人巴图恩利克森回应 南华早报询问时表示 欧盟驻华代表团被告知 文章只能在中共外交部的同意下才能发表 它证实中方要求删除与新冠起源和传播有关的相关内容 这已是近期媒体第二次披露欧盟的信息发布 受到中共政府的干预 4月底 纽约时报曾报道 在北京的施压下 欧盟一份内容涉及中国抗疫信息政策的报告 被删改和推迟发表 此类消息从一个侧面凸显了 欧盟与中国目前关系的紧张和微妙 而在眼下美中关系紧绷的背景下 欧盟对华立场的把握似乎更加为难 本周拥有德国发行量最大报刊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总裁 多普夫纳在旗下的世界报发表评论 在这次事件过去后 欧洲必须做出选择 是与美国还是与中国结盟 评论指出 欧洲和德国应当与美国共同决定与中国脱钩 如何实现则是未来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美国即便存在很多弱点 人是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自由大国 而中国选择的制度和道路 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 及其基本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最终很简单 我们欧洲想要哪一个未来 是与一个不完美的民主政体结盟 还是与一个完美的独裁政体 决定其实应该不难 当你人在海外使用微信 你以为脱离了微信公司的监控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刚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微信通过搜集你的数据 加强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监控系统的完善 有分析指出这个发现也许会导致微信在海外被下架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5月7日发布的最新一份报告发现 使用非中国电话号码注册的国际版微信用户 也受到微信公司的政治监控 且微信公司利用对海外用户的监控数据 完善对中国国内政治审核机制 过去几年 微信对文字内容 图片和视频的审查逐渐引人诟病 但过去的研究仅限于微信的中国国内用户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追踪几个月后首次证实 这种监控也适用在中国境外的用户 境外用户传送图像或文件时会经过微信的审核系统 微信公司会针对有政治敏感度的图像或文件加以标记 研究人员测试后发现 这些图档或文件被标记后 再也无法被中国注册的用户接收或发送 公民实验室今年3月的另一份报告发现 公贵事件爆发以来 微信上的言论审核机器正在加强 2月的前两周被审查的关键词组合 就新增了超过380个 其中包含了贯重之毒 人穿人 李文亮等词组 报告的作者之一 公民实验室的主任德贝尔特表示 微信软件在谷歌或苹果上架 公国际用户下载 却没有披露这种监视及政治审核的存在 谷歌和苹果可能要对微信 是否应下架进行审查 各国政府监管机构也可能希望进行调查 因为微信在这方面误导了用户 与此同时 中共政府或互联网公司 在中国国内对于言论的审查日益加强 也逐渐引起了中国老百姓的反弹 在新浪微博上 网友最近发起了一场 5859不刷微博运动 也就是在5月8日9日集体不上微博 抗议近期被杀号 被屏蔽 被限流的各种言论审查措施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